Hello Hello 今集要介紹的是深圳很多分店的一間眼鏡店鋪 而這裏佔地超過4000呎 是一間非常近口岸的樓上鋪 大家都知道樓上鋪一般面積會比較大 還要是優惠特別多 始終舖租比較便宜 而這裏的款式多到你數都數不完 總有一款適合你 無論是大家戴的眼鏡 運動型也好 斯文型也好 去到太陽眼鏡 甚至乎小朋友的眼鏡 這裏一應俱全 而這裏個個時光師 職員都有不同的證書 保證是有專業的水準 而另外一個賣點就是 它有高科技的儀器 還要為賽斯授權的原裝機器 今日我們來到的就是1.0時光 全中國是有25間分店 只是單單在深圳 就已經有8間分店了 來的方法很簡單 只需要在羅湖站搭3個站去到大劇院站 F出口 其實眼前一望 左手邊這一棟就是書城 也是我們今天要去的那棟大廈 我們今天介紹的店鋪叫做1.0時光 是位於13樓 這棟大廈是有分單層和雙層的電梯 只要搭單層電梯就可以去得到 今天終於到我來到1.0時光了 這間分店相對比較大 還要是樓上鋪 價錢還有些獨家優惠 雖然我說不出來 不過大家記得留意這段片 大家看看 超級大 環境超級好 1.0時光是我暫時拍過的眼鏡店最大的 這裡擺放的眼鏡真的很多 眼鏡的款式 由普通的牌子去到大牌子 非常之多選擇 最重要就是它價錢非常之實惠 無論是你見到的眼鏡框 或者你跟著會選的鏡片 全部都是以現成的價錢再有折頭 而我也都留意到它是拿了開箱 衣士路 塞斯 的授權零售商 全部都是2024年的 所以保證是原裝正貨 而配眼鏡最便宜 88元已經有了 現在我們配鏡活動 還有這些鏡架 加鏡片 是88元 可以配老花 還有低度數的近視 都可以做的 即是這些框 加上片 然後加上防藍光 全數是88元 都是88元 全部加起來 對 這些做老花鏡很舒服 這些油眉性更好 好 好 只需要88元 你就已經可以配到一副老花鏡 或者低近視 還要防藍光的眼鏡 它已經是包著眼鏡框給你了 這裡的價錢很清楚 600元以內它就會送上眼鏡框 還要油暗性特別高 就算過了這個價錢 它都會寫了你要補的差價 明碼實價非常之清楚 當然我們今次就不是來配老花鏡 今次帶了我朋友來 他想配上一副漸進鏡 配眼鏡和鏡片之前 當然要查一下你的近視度數 單單是這間分店已經有四間視光室 那就不用拍多人的時候要等候 配過眼鏡的大家 絕對是試過這些畫面 視光師就會透過它簡單的問題 再看看不同的圖片 就可以很短時間 幫你查得到你現在近視的度數 得到數據之後 當然是配眼鏡片 這裡又有另外一個體驗 我們今天來到1.0視光 這裡環境真是很大很舒適 還有一個很大的梳化位置 選完眼鏡 店員還會很有耐性 在這裡幫你解釋 除了梳化位置之外 萬一多人的話 他還有很多獨立的桌子 職員就會在這些位置 幫你選一副你最適合的鏡片 整體整個地方的環境相當舒適 以及也看到他們非常重視客人的體驗 現在先說一下 直到鏡片 如果我們說直到鏡片 如果要看你的度數 如果你的度數不高的話 好像單光0-300度 曬光0-200度 我們配佔佔是298元 如果出現防環光 加多8元就是398元 即是有防環光的佔佔 如果大家想選擇性價比最高 當然是國產鏡片 就是明月和康奈特 只要大家近視和散光的度數不高的話 你想配一副漸進的鏡片 只需要298元 想再加上防藍光 就398元 如果想加上變色鏡片 就498元 變色再加藍光 就598元 就算你不喜歡國內的鏡片 也好 他現在開箱 都有一個入門級的漸進套餐 都是同樣 只要你眼鏡度數不高的話 他入門只需要498元 就配得到 而職員哥哥 當日 還用了超過20分鐘 介紹了最主要的三個品牌 賽斯 伊士露 以及開箱的鏡片分別 服務水準一流 那我們先說一下開箱 開箱的 有剛才我們說了一些入門版 還有一些進階版 相當來說舒適度會高一點的 開箱三圍 4S、5S 好像我們這些 可以對比它的視野大小 好像普通的戰進 開箱兩邊 可能這些 可能模糊區會比較大 戰進的 看旁邊會比較模糊 中間位可能比較少 如果想好一點的鏡片 有三圍4S 4S兩邊模糊區都會減少 中間位置變大了 如果再闊一點 就三圍5S 如果平時需要開車 或者路巴度數較高 然後這些需要左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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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所以要適合這些人類 然後還說 好像沒有帶過戰進 如果第一次想帶戰進 舒適一點 都會帶三圍5S 會闊一點的 職員簡單講解完之後 其實漸進鏡片 我已經有一定的認識了 真的簡單易明 最緊要是你不同的級數鏡片 就代表你的可視角度高與低 而眼前這些所有訂製的鏡片 全部在1.0時光 都會有三五折的優惠 但始終都因人而異 所以如果大家過來的話 最好問問專業的時光師 選一副你真的適合的眼鏡 老實講 眼鏡玩下手真的戴幾年 所以你選一副貴少少 好一點的質素 絕對是不過分 我們這些性價比比較高 有這個 這個 蔡芝智銳系列 智銳系列 這個做戰進 舒適度會比較高 因為它有智能識別 2.0 技術 還有數碼 數碼式別設計 還有圖孔平衡感光 2.0 這個鏡面 就是按照年齡 同孔來設計 每個年齡的同孔大小 都是不一樣 以及收縮都是不一樣的 這個鏡片 就可以做到按照你的設計 可以加上我們的機器 幫你現牙 準確度會更加高 那這個鏡片的價錢 就是這邊 是這邊 上面就是這個經典版 接著是戰準 這個沒有變色 下面就是變色的設計 好 沒有互聯網 深入樣視的視覺需求 即是不但能夠適應在移動互聯網情景下 接著焦點在不同距離和方向 快出撤換的動態時刻需求 而且通過調整優化看近度數 接著為佩戴眼睛 就是調節提供支持 嗯 就是這隻 你經常要看電腦的螢幕 又要看近的文書工作 當然要看著三個內容照 然後如果說 例如單光鏡片 就是握一個度數鍵 它就貼在一個位置 就像前面這裡說的 它貼在這裡 然後就負擔很大 如果遠近度數不同 調節 這個相對來說會輕鬆一點 嗯 這樣是特別 你這樣說完好像這隻 不錯 哈哈 哈哈哈哈 經過職員內心講解之後 我的朋友仔就最終選了這一副 塞絲的智瑞數碼型的鏡片 計算打完個折頭 七百五十元都不用 而當然 現在新興的眼鏡 一定要有變色系列 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加上去 而這裡還會有一些機器告訴你 只要鏡片接受到紫外光的話 短時間內就可以變色了 一般都會有三個顏色給你選擇 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晰了解到 眼鏡鏡片的種類了 大家看到第一塊 其實短時間它又變回透明色了 所以當你在戶外入戶內的話 很短時間它又會變回一副普通的眼鏡 而你在陽光底下 就好像一副太陽眼鏡一樣 而我也都留意到 原來賽斯除了做鏡片之外 這裡還有售賣他們的眼鏡框 而他們眼鏡框很特別的 同一個款還有分大小尺寸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瀏覽一下 朋友仔已經選好鏡片和眼鏡框的時候 當然要用最高科技的儀器 拿完所有數據之後 才可以配到一副最適合你的眼鏡 而眼前這一部 亦都是賽斯認證的測量儀 可以透過這一部機 分別在你正面和側面都類似拍照的形式 只需要透過這部機的數據 它就可以看到你的眼睛和眼鏡框的距離 還有很多不同的數據 有時就要看回你本身配的鏡片質素 某一些鏡片質素 可能一萬元一副的鏡片 它需要的數據是非常精準的 就需要用到這些機器 例如現在鏡面下面的彎勾 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想用漸進鏡 下面看老花的位置 大約的距離是多少 這裡都可以清楚可以量度到 還有你透過眼鏡框的大小 你眼球的位置 將以上所有的數據統合在一起 就可以做出一副適合你的個人眼鏡 而1.0時光亦都歡迎這麼多位客人 就算你不買東西都好 隨時都可以透過這部機器 去幫你測量一下 你眼睛有沒有特別的毛病 我自己就試了 大約過程都是幾分鐘 這麼短的時間 還會有個報告出來 告訴你你的眼睛有沒有一些 眼睛的毛病 除此之外 還可以調查到你有沒有高血壓 還有糖尿病等症狀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過來配眼鏡 記得叫職員幫你做這個測試 除了剛才那部之外 另外還有一部賽斯認證的最新儀器 透過這部儀器 很短時間就可以調查到你 左眼和右眼有沒有近視 和散光的度數 還要仔細到你的眼睛的色域 各種數據都可以短時間內偵測出來 大家有需要的話都可以問職員去做這個測試 1.0時光在這個眼睛服務裡面 絕對是深圳的一哥 就算是我們這些Youtuber 拍過不同的眼鏡店 這間比我的科技是最高最高的 要做太陽眼鏡的顏色鏡幣 現在是$268 嗯 就沒有度數了 有度數的 有度數的 然後如果你有太陽眼鏡 你想做這個框 用這個顏色都可以 例如你選擇這個框 用其他顏色都可以做 例如要求我們想做什麼顏色都可以 例如雙色上下兩種顏色都可以做 真的想不到 就算有度數的太陽眼鏡 都只是$268 還有不同的顏色可以選擇 甚至乎是漸變色的太陽眼鏡都有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過來選購一下 種類真的又多又抵 有做防控鏡片 防控鏡片 我們有做 伊士爐的先取控 開眼的新落殼 還有賽斯的小樂園 這些我們現在都是有活動折扣的 好 還有我們還會送一些兒童鏡架 這些兒童鏡架 這些兒童鏡架 這些鏡架都是配鏡片送的 柔軟性很高 嗯 甚至怕小蚊會咬 會咬斷 那這些就放心了 還有這些大靈的經常怕它滑 可以勾住 對 可以勾住耳朵 前後都可以自己調節 明白 都是右軟性會比較好 好的 還有這些是自動勾住的 這些幾種兒童鏡架 哦 自己咬就行了 對 這些都可以自己調節 好的 好的 這些都是配 全部都送的 對 總之配這三種牌子的鏡片 對 Koya這個新落殼 大家都了解過很多 它這個有360度微透鏡 小點分布鏡片 上面可以利用近時尼焦原理 即是減慢二 和近時度數加深 嗯 然後它有拆了69% 可以減緩度數加深 哦 OK 這些數據就是臨床數據 全部都有寫在這裡 明白 大家都可以放心 是用這些鏡片 OK 是增出的 這個烈康的 這個控偶段 它主要是針對 針對散光度數加深比較快 就可以用這種鏡片 哦 那都是要過來小朋友 量度數才知道 哪些鏡片好 這幾份呢 都是有保險機制的 嗯 道數有文 就是道數呢 如果半年來增加50度 所以免費 根本一次 哦 這個是他們公司給出來的 保險服務 三個牌子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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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半年來增加50度 都可以免費更換的 明白明白 然後呢 可以回到我們門店 補禮複查 每三個月複查一次 複查都是免費的 OK 好好好 那就可以防止小朋友加深近視了 小朋友的鏡片 亦都種類非常之多 還可以保證 如果是短時間內升50度的話 還可以免費換鏡片一次 最重要就是可以減低小朋友近視加深的情況 大約一個星期都不用 我朋友那副眼鏡就說已經可以拿得了 店家還會用WeChat通知 都幾方便 想不到拿眼鏡的時候 都還有鎮品拿 會有一副鏡片的清洗劑 噴上眼鏡就可以清潔眼鏡了 另外還會多多個鼻拖 把螺絲批給你 可以自己跟活鼻拖 而拿眼鏡的時候 職員都會叫用家職場戴一戴 看看有沒有需要跟進的地方 我的朋友就說 複眼鏡真的清晰很多 職員就說因為你是漸進眼鏡 除了望遠遠之外 其實你也要望近遠看一看 這樣才可以正式試到眼鏡 是不是真的完全適合你 而我朋友是第一次來深圳配眼鏡 他就說非常之划算 完全沒有挑剔 我們如果說配鏡 度數有問題 一個月內是漢面貴金換的 然後如果說鏡片的保質時間 和側補範圍 好像度摸層摸落 我們的鏡片側補是六個月的 接著鏡架 側補和保質範圍 好像電到脫掉 垃圾 還有焊接位 或者螺絲滑牙 這些側補都是六個月的 接著我們所有分店 都可以幫你們側補 即是A分電腦去製 可以C分電腦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拿眼鏡 或者瘦號 最後這個保養 覺得更加安全 都可以幫你處理 明白明白 絕對你在深圳配眼鏡 非常好的選擇 而我今集也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